总裁你好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男泡丸 帅哥博士 五十五岁 能用英语介绍一下您的专业吗 英词男生 逼死你死 英词男生逼死你死 是个什么东西 英词男生逼死你死 你就不知道 你的智商 你是怎么当上总裁的 我家有背景 大爷 您这英语的发音也太不标准 我根本听不明白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还是给你翻译成中文吧 是国际商专业 就您这英语水平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海归博士呢 来来来跟着我读啊 International Busin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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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算算了 我看来您不适合英语 这样吧大爷 您跟我说实话 您到底是哪里毕业的 曾蔡 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滥项极小 舒服做垃圾专业毕业的 还算你实诚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我们公司呢 这次招聘的岗位 是逆商管理大师 我们只有一道面试题 答对了 你就可以留下 请问 什么人一年之上 一天满 那还不就是你吗 怎么是我呢 因为你是总裁呀 这个公司 你想累就累 想不累就不累 别说一年来以前 就是十年来以前 别没人敢把你这么扬 不好意思啊 我每天都来上班 而且每天我来的最早 回的最晚 那就是你丈夫 不好意思 我没有丈夫 我还没结婚呢 那就是你七九老爷 我说南波万大爷 你能不能不要 总是在我身上下功夫 你往其他方面想一想 可以吗 其他方面 哎 我想走了 是校长 你见过哪个学校的校长 一年只上一天报呀 我上大学师傅的校长 一年我就见过他一次 那也不能代表 他只上了一天班呀 是不是 毛是有早的 我已经五言一嘴了 哎 是我二外公 啊 你二外公 啥意思 明年过年的时候 我才见过他一次 请问这二外公的职业是 五言有名 哈哈 南波万大爷 麻烦你听清楚题目再回答 这个人他一定得有自己的职业呀 那就是五言经历 因为明年收五言肥的时候 我们才见过他 那也不代表他一年只上了一天班呀 那就收南气肥的 因为收南气肥 我们一年只见过他一次 南波万大爷 您不要只局限在您的认知范围内好不好 你发散一下思维行不行啊 给我敲打 不要打打我的思维 我知道了 早晨对不起 大爷 您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你吓我一大跳 是不是早晨 早晨是神话人物 这个人呢 必须现实中存在 咸实中存在 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哎呀 我打错了 还有什么 大爷 我求求您别再吓我了好不好 我心脏不好 是车三老人 哎呀恭喜您答对了 哎呀 大大 我这么机智 还好意思说自己机智 瞎胡周了半天才周对 但是你可以留下来试用三个月 试用期内 如果我满意了 你就可以留下来转正了 恭喜你啊 总算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期望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你跟我去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去吧 哎呀 好 大爷 咱能不能消停点 哎呀 我快让你吓死了一天 走吧走吧 这边这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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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